这个是简约的T-Cut,宽松的版型 可以细緻地看看它的细节 因为简约的T-Cut我平时都会有细节的位置去介绍 这个你会看到它是很丰富的图案 虽然是有些不规则,有些撥墨的状态 有些写字,有些英文字母,甚至有些字句 都是很随意的画风路向 可以看到它的图案当中有一些是烫银,烫银色的画风 你会看到它还有一些刺繡的造工 我们手有点累 拿一拿给大家看一看,close up 看一看 它用了两组颜色,sorry,三组 不止了,因为原来这个图案当中 这里的图案最底层是一些银色和一些米色的 是一些刮墨方法的造工,烫银和米色 是一些刮墨方法的造工 你会看到这里,这个是R字来的 可能不是太清楚的,确实是这样的 一个英文字的R 这个是一个刺繡,薄荷绿色的刮墨方法 你会看到这些英文字全部都是刺繡的造工去配陈 甚至这里 它整个风格都是随意的 你看到没有什么特别主体 都是有几种不同的风格混成一体 但是你会细致,现在我真的很关注地看 很留意地看 其实有一些英文字句 几组颜色的配搭 有一些大街的英文字母 有一些是线条 都是挺丰富的 虽然其实如果我就拿这样看 看不到什么的 对,看不到什么的 现在关注地看了 或者真的大家保持着看 其实就会看到它是一个很注重细致 或者很注重设计位 应该这么说 不算很细致 因为它真的是casual的T-cut 但是它的pattern做得很细致 或者它的设计感很重 就是在于它的运用的配搭 因为它不算很有主题 的确没有主题 我不觉得 因为都是一种很随意涮墨画风 或者用一些多种元素去组成 多种元素去组成 是一个简单的T-cut款 但是如果你是喜欢一些细致的设计款 你购买这一种的 这个的确是挺有沙肉的 除了一个挺有趣的设计位之外 它的布料也是特别舒服的 是的,因为你都会选 那么有心思 虽然说是casual 随意一点 但是都是要想的嘛 是的,都不会选一种差的料 是一种料都是特别滑身的质地 有一些韩系的 就是韩国都会做一些简约方 但是它们是注重在布料 和设计的细致度上面 那这个是其中一件 那布料一定是舒服的 滑身的质地 薄身 是的,特薄夏天的cutton料 那两个色 我穿着这个迷手 拿着这个是kaki 或者灰绿色 灰绿色 那大家的设计呢 就不完全相同的 是的,部分相同 唯独是分别是在于最on top 那一层的潑墨画风 其他都一样的了 是的,刺繡的颜色啊 底层的烫银颜色啊 是的,一样的 那是唯独是最on top 最上那一层就有少少不同 是的,大家都可以留意 那我会换这个的 因为casual的ticket 那你下身就可以搭搭些 就真的没什么所谓的 我现在就趁男友副做分 真的轻松一点的穿搭 这个就是灰绿色 这个就型格一点 是吧 嘻嘻 是的,剩了3 那布尿有弹性的 整个版型都是在宽松为主 是不是太前? 是的,是在宽松为主的 那我摺了一下手肘 那就大概去到手肘 碰住手肘 那我就惯性摺起了多少少少 那这边不摺了一下 好,这样给大家对比一下 是的,这个比较近一个色彤 这个就 这个就 Scotland 会较接近 我现在就妻型格 我现在就服了男友褲 轻松一点的Style 这个是简单的T-cut 但是就玩一个焦点的设计 堆齐、堆搭 多种元素堆搭出来的一个设计 比较casual一点的 没有什么主体 但是你细致这样看 真的看到是很丰富 想不到我真的 初初我都看不到的 是真的和大家一起这么近 原来看到这么多东西 是,挺有趣 是,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